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有退休金的老人 和没退休金的老人有区别吗 再去找个人去了解一下吧 大娘 嗯 餐厅做的一碗的两块的 嗯 吃下饭了吧 吃完了 嗯 你老爷多大年龄了 骑士了 哦 身体不好吧 很好 那几个孩子 三个 几个二 几个姑娘 没有姑娘 几二 几二 三个 这孩子们都是在外边上班的 嗯 都上班的 嗯 他们都上班去了 老板也上班去了 看着生的在累赘他们 哦 老板也干着的 嗯 干着的 那大爷多大年龄 也是骑士了 那俩半大 哎呦 这么大年龄了 还在去大工 嗯 那大工看着 我补得得紧一会会的 然后挣两个钱啊 生得再累着孩子们了 他们也不容易啊 学生没妈的也不容易啊 大娘 啊 为什么他弄水呢 就是他种点不挣钱 为什么这些弄水的人 还多种人呢 他这样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哟 有本事的他就去上外头 打工去了 也挣钱去了 这个没本事的他就靠着这个地 嗯 他不种没法哟 是吧 要是你比方说人家那样的退休的工人 人家公家补充两个钱 你这个弄面他再难他还得种 他不种他知什么 你咱又不是征事工啊 工家又不给不充钱 你这大的孩子吃你靠什么 就是灾难也种 也得也得种在这地儿 灾难也不种 人家有本事的他就不种了 你要是比方说人家有本事的 工家的他不充钱 他干过干过征事工 他都靠着他万万一个月 这月化疗了那月下来了 这月化疗了那月下来了 这个不干工的呢 你知什么 你想拿着整个钱 你干不动了 你知孩子没孩子没 这背来他就够呵呵的了 刚才通过和大娘的了解 大娘说了是有区别的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